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本周四晚上八点举行的这个设计说活动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也举行很多期了 那相信呢屏幕前小伙伴呢 有一部分也参加过我们往期的这个活动 那应该还有一部分呢是第一次参与进来 那容我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社区说的这个活动 那社区说呢是由这个我们谷歌开发的社区 那就简称GDG主导的一个在线技术分享的活动 然后呢我们会在每周四晚上这个八点这个时间 在B站直播平台与大家一起交流分享技术 那活动的形式呢主要有这个在线分享 直播coding以及话题讨论等 那时长呢大概在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全国各个城市的谷歌开发者社区承办的 那目前参与进来的有北京上海GDG 以及广州GDG 石家庄GDG等 包括这个我们西安今天西安GDG来来参与进来的 然后我们同时也会邀请呢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 谷歌开发的专家或者对技术有热情乐意分享的嘉宾 参与进来 那屏幕前的你呢如果有乐意分享Google相关技术的想法呢 也欢迎大家加入进来 那我们本期呢设计说活动呢主要是由我们西安GDG承办 那说起GDG呢相信一些小伙伴呢不陌生 可能已经参与过我们各个城市主办方GDG组织的这种线下的这种相关的技术活动 那它呢是由这个谷歌开发者部门呢发起的一个全球的项目 那主要是面向呢Google和开源的一些技术 还开放技术感兴趣的开发者社区 有对谷歌开发技术感兴趣的开发者们去主导的 那内容呢也涵盖了有Web、Android、Intenseflow、Flutter和其他Google相关的这个技术的 那我们西安GDG呢是成立于了2012年 那也是谷歌开发者社区呢全球大家肯定的一份子 那社区当中的各位组织呢都是来自呢各个行业有着本职工作的互联网从业者 那我们每年呢也会举办这个数十场这种大大小小的技术分享活动 像IO一层体的还有WTM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女性开发者企业 还有DevFest以及各类的其他的这种Mitup等 然后呢我们呢每次的这种活动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屏幕的右下角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来第一时间来发布 那我们最近的一次线下活动呢就是我们在下周六也就是10月的23号下午举行的Mitup 那设计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领域驱动设计跟Android相关的技术 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那尤其是我们西安本地的这个小伙伴呢 到时候能够来到现场呢参与进来啊 然后那我们本期的这个设计说的活动的话题呢 主要是艾利亚尔老师呢带来的这关于TensorFlow 2的一个强化学习的介绍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师讲师 那艾利亚尔老师呢他是一名这个机器学习方向的谷歌开发的专家 他目前呢是在北京游道义网络文化有限公司工作 那他早年呢也在这个暴风影音团队 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暴风影音团队呢 担任这个自然预言工程处理工程师一职 那同时呢艾利亚尔老师呢利用业余时间也写了一本关于这个TensorFlow 2的书籍 也就是这个TensorFlow 2实战 那另外呢艾利亚尔老师呢也是这个TensorFlow 2的热门的NLP迁移学习框架 Cash Gary的这个作者 那相信呢这个感兴趣的这个小伙伴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老师的这个书跟课这个框架 那接下来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小伙伴们呢可以通过这个B站的弹幕或者是扫描这个屏幕下方 这个就是二维码 然后呢加入到我们本次活动这个讨论群 然后呢进行这个提问 然后呢我们社区的这个小伙伴呢 就是负责整理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 然后特别提醒的是就是说 由于B站这个弹幕呢 自说它限制不能太长 那所以更推荐大家呢 加入这个讨论群进行提问 那为了鼓励大家呢 继续参与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会从这个提问的小伙伴当中呢 抽取几位五位这个幸运的这个提问者呢 送上我们这边的一份精美的小礼品 那也请呢后续抽到的小伙伴呢 留意一下这个B站的私信啊 或者是这个讨论群的消息 然后呢社区人员呢 可能跟大家收集一下这个联系方式 啊然后呢接下来呢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就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师 艾利亚尔老师 那由他呢带给我们关于这个 Tinson Flow 2的强化实战的一个介绍 那那请讲师 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好的好的谢谢 好我先分享一下屏幕 我直接分享了 OK OK 嗨大家好 就是我我叫艾利亚尔 然后是一名 积极学习的GDE 之前我是从自然语言开始做起 然后前后就做了相关自然语言推荐系统 还有一小部分的强化学习相关的工作 然后我有那个 就我刚提到那个开源框架 开始可以通过我的Github页面去下载了解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就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强化学习入门 什么是强化学习 我们需要用哪些框架和如何实现一个最基本和最基础的一个强化学习实力 就主要就分这四个模块 然后首先强化学习这个概念呢 是相对于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来说的 监督学习就是通常我们用的什么图像识别啊 回归预测呀 房价预测呀 等等 这个应该是目前而言最为常见 也是最为基础的一个机器学习模型 还有一个是非监督学习 那非监督学习里面就是 模型是有输入的特征 但是没有输出的标签 而是他默性会通过就是输入的特征的相关关系去提取他的那个对于特征进行剧类 或者是进行一定的降维等 这个的主要应用场景目前就是推荐系统 那下一个我们今天要提的就是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它不同于前两个的地方是 它主要是通过拿到环境 对于我们的输入的action做出的一个响应 来不断学习 哪些action是在这个环境中是被鼓励的 哪些action会被惩罚 从而学习达到这个环境 想让你达到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最简单下棋 我们可以通过下向棋通过每一步棋子走下来 那我们就环境的反馈就是我们到底赢了还是输了 那通过一次一次的尝试 这个环境的规则就可以训练我们学会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拿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比如说你要训练小狗去捡球 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假话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球扔出去下了一个命令 那狗有可能去按照我们的命令去捡球 它也可能就躺着不动或是乱跑 那如果它完成了正确的指令 正确的响应 那我们就通过夸奖啊 给零食小吃啊之类的 来鼓励它 如果它做出一个错误的响应 那我们通过惩罚 比如说凶它呀 或者施责它呀之类的 让它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那么小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尝试 不断尝试各种行为 最终知道我这个命令 对应的是它哪一个行为 哪一个行为是被达到鼓励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强化学习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把它抽象到 我们常用的强化学习的一些概念 第一个就是Agent 也就是我们这个例子里面的小狗 它是在这个 在这个环境内做出响应 且得到奖励或者是惩罚的 而且是小狗可以通过它的眼睛 可以观察到这个环境 得到一些对它有用的信息 环境就是当前它所在的这个场景本身 然后状态 状态就是小狗它观察到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它现在在干什么 然后主人对它下了什么样的命令 它扔出去的球在哪里 那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我们的智能体感知到的状态 动作就是智能体到底做什么 比如说它跑步呀 它会躺着就打滚啊等等 那就是动作 奖励和惩罚就很明确 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叫策略 就Policy 那Policy指的是 当小狗在状态A下面 做出了动作B 那这就是一个状态A到动作B的映射过程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肯定就是一个小狗的这个思考过程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强化学习案例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的主要的最主要的几个点 就是Agent Environment Action Reward 和Observation 那我们在讲具体的强化学习实现之前 我们可以先 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 就刚一直在提的东西 环境 那我们不像别的机器学习工具 我们是先需要准备数据集 那当做强化学习的时候 我们需要第一个准备的是环境 也就是说 要么是一个游戏环境 要么是一个模拟的3D环境等等 来让我的智能体在这个里面采取一些行为 那我们推荐的就是OpenAI开源的这个 GIM框架 它里面就带了一些很多经典的这些 经典的一些小游戏 还有也带了那个Atari 经典老游戏机里面那部分游戏 我们可以拿它来直接执行 然后它作为我们这个环境 它会给我们提供当前的状态 Observation 以及我们能采取哪些Action 当智能体做出Action以后 那这个环境就可以根据我们的Action 给我们给予它的反馈 对于一开始的新手 比较推荐是先用这个BoxRD 或者是Atari 这些游戏来开始 因为这个的话难度不是很大 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 GIM框架到底是怎么个使用 其实GIM框架使用非常简单 我们安装GIM以后 只需要通过Make拿到一个ChooseWide 拿到一个环境 然后通过Render方法 我就可以把当前的环境状态渲染出来 当然我们一开始选的是一个特别简单 那个类似文字的一个游戏 它的场景可以用很简单的文字代表输出出来 有些游戏它的反馈 或者它的这个当前环境 会通过一个RGB图片的形式反馈 或者是有些更复杂的 它可能需要用一些3D渲染效果 所以这个Render 它可能会在不同场地下反馈的 会一样这个和你初始化的environment本身有关 然后这个GIM框架里面 我们最关键用到的是这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Reset 也就是说我们在尝试一论一论游戏的时候 我们只要我们在使用这个environment 第一步永远都是Reset 我们把一切变成一个初始环境 一个随机的初始状态 然后再开始 这样就可以避免上一次的行为 影响这一轮次的训练和测试 第二个就是Step 也就是说采取某一个动作 这个的话是我们通过Step 传一个具体的动作ID 这个ID传进去以后 这个环境就会给我们返回这四个对象 Observation 它是当前的一个观察到的环境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它将是一个数组 然后有数组张量 有些里面它是2GB图像的数组 或者是它内存RAM状态的数组 Reward Reward里面包括了对当材动作的奖励或惩罚 当它是负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是惩罚 Zone指的是这一轮游戏是否结束 如果这一轮游戏结束了 那我们需要根据 我们需要要么开始下一轮游戏 要么做一些别的相关测作 除此之外 他们还带了一个info字典 带有一些附带信息 主要用于是debug 还有一个就是刚提到的render 来渲染当前的这个游戏状态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两个关键的属性 一个是action space 一个是observation space 那action space就是 它能有多少个动作 比如在这个taxi3游戏里面 那它就有六个 六个独立的动作空间 分别是上下左右移动 接乘客上车和让乘客下车 还有一个是观察空间 就是我的智能体 能够拿到的环境信息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 它是500个维度 因为是车可能所在的位置 是5乘5的车的位置 还有一个是无城死的 4的乘客所在的位置 这个游戏的话 主要它的目标就是 我们要把车移到乘客所在的位置 接乘客上车 然后再把那个乘客送到目的地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代码 来看看这个过程 那我们安装完GIM框架以后 这比如说我Render 以后我就可以看到 当前这个环境的状态 那我在当前车在 车在这个最右边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 先Reset到初始状态 那我们Step先走一步 它走到了Y这个位置 这卡住了 我们换一个 OK 它现在在最右边 那我再一次Step 这两次都渲染 OK 现在好了 你看 比如说现在它的初始位置 在这个B的上面 那我通过Action 0 往下采取一步 它就到了这个B这个点 我再往下采取行为 因为这出租车 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最下面了 它就不能再移动了 那么我们 我们就采取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Random Agent 它就是说 这个Agent它会在这个地图内 它会采取一些随机行为 它每一步都是随机的 那看看通过多少步 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先执行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它主要的代码 或主要的逻辑 我们在 我们在拿到一个 通过Reset 拿到一个初始的状态 然后每一次随机 拿到一个动作 我们在执行这个动作以后 就会拿到它的下一个状态 我们把这些状态 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文字方式 拿到的当前的 当前的Environment渲染 都记录下来 这个主要是为了 我们后面用于可视化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经过 我们通过随机agent跑了以后 就可以看到 我们总共是测试了100个 100个episode 也就是玩了这个游戏140 平均下来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2400步 那我们可以回放一下其中的一步 其中的一步 你看 那这时候就出车 一直就在这随机运动 他并不知道 他要干什么 或者是他具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就懵 一直跑 就看什么时候运气好 刚好把每一个 我们的要求都达到了 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RandomAgent 这就是如何是用一个随机的 随机的agent来尝试解决 GEM框架下的问题的 最基本的代码 我们回到 那我们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Q-learning 我们如何使用Q-learning 去解决这个问题 Q-learning里面 Q-learning主要就是一个 主要概念是有一个叫Q表 或Q-table 我们使用Q-table 把每一个状态 以及每一个状态下 每一个动作的 每一个动作的回报 变成一个具体的数字 以至让我们的agent 在每一个状态下 能够知道它采取后面几个动作 能够有多大的汇报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核心的公式 里面呢 那这道公式什么意思呢 这道公式就是Q-state action 指的是在Q-body表里面的当前 一个状态下 一个action的价值等于 一个action的价值等于 一个当前的状态 就是当前的状态 的这个action的价值 以及 它的这个action在下一步 可能拿到的最大的 最大的回报 那通过这个公式 它主要就是通过 不停的尝试以后 每一步 比如说我往右走 往右走的得分 依赖于 我到右边那格子以后的 下一个动作的最高奖励 然后这里面的alpha是学习率 也就是说如果alpha我去0 那它完全不在乎 它下一步的奖励 它只关心当前 这个步骤的奖励是多少 如果alpha等于1 那它就会更关注它下一步 也就是它后续步骤的 对我们这一次的影响多大 如果比如说我们把alpha 然后还有就是reward这 sorry sorry 我着急讲错了 就是我们这个函数里面 就前后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之前学到的 当前这个步骤的回报率 回报 第二个是它reward里面的是 当前步骤的reward 以及下一个步骤的reward 我通过不停的去叠加这个 那就是一个是上一次 我前一次我拿到了一个 当前状态下 动作A的评分是 价值回报是多少 这一次我实际拿到了多少 以及我的下一步 可能会拿到多少 我通过把这三个点 聚合起来 那我就可以每一次的 不停的学习 我以后总共的回报率多少 那这里面就后面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下一个状态 所有动作中的最高汇报 加上当前动作的汇报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通常我们的Q-table 初始化的时候 所有动作都是零 所有动作的价值都是零 因为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知道 每一步动作是多少 每一个状态下 每一个动作的回报是多少 那经过第一步 我发现在218状态 如果我向上移动 那我背扣了一分 那这个时候的状态 状态变成了217 那么我们的公式就是 第218部第一个状态的结果 是1-0.S乘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新的回报 以及学习率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我在第一状态218 如果我采取动作1 那么我们可能拿到的回报是0.4 整个Q-learning的步骤 就是我们先初始化一个全力的Q-table 然后根据当前的状态 选择一个动作 选择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叫探索期间和 探索和利用之前知识的 我们通常是一开始 我要是在比较大的 一开始我从0.99都是探索 越到后面它会 我们去下降 越到后面我们可能就是 只有0.01的比例探索 剩下全都是使用 我之前学习到的知识 那我可以 我们通过探索 知道每一个可能的步骤 里面的价值是多少 然后呢 通过这些不停地更新 我们的Q-表 拿到最终我的Q-table 就会得到一个 右边处下面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 我的每一个状态下 我的每一个步骤 对应了一个具体的分数 那么当我下一次 再真正去做预测的时候 比如说状态330 那我就知道 状态330下 对我而言回报率 回报率最高的是动作 动作0 也就是向下走 那我就选择动作0 OK 我们再回到代码 这个回报还没有结束 OK 那 你看 这里面就我们第一步 就直接出发了一个权利用的Q-表 那这里面的 它就是observation space的总 这个Q-table的大小就是我的观察空间 乘我的动作空间 也就是我的500乘6的一个张量 那么我们代码逐个去过的话 我先执行上 然后我们再慢慢过代码 OK 那我第一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先去获取这个当前状态的 我先通过初始化 拿到一个当前的状态 拿到状态以后 在每一次游戏没有结束之前 我会根据我的random choice rate 来进行 用于探索 探索期间 我就只用随机取一个动作 如果它不是探索 那我需要从Q-table 拿到一个当前状态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的330下的 每一个动作的 回报价值 然后取出里面最高的是哪一个 作为我们这个动作 选择了具体动作以后 执行这个动作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哪一个 下一步环境 reward 是否结束和info 我们根据 我们根据Q-learning的函数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需要拿到一个 之前的那步骤的 回报 以及下一步 我可能拿到的最高回报是多少 然后使用Q-learning的公式 进行计算 计算栏内和这个新的值 就作为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Q-table的更新使用的值 然后我们跟之前一样 同样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训练过程 或者是训练过程给记录下来 方便我们之后做回放 OK 那我们就 就用 就用100步进行了训练 训练完了以后 训练完了以后 可以看到训练过程中 它的需要的步骤 已经下降到467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看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已经拿到了一个完善的Q-table 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使用这个Q-table 进行预测 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那使用Q-table 那使用Q-table预测 代码过程比训 大部分和训练过程比较相似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不会再有探索的过程 完全使用Q-table的结果 作为我们的动作选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OK 那么 那么 这里面我们现在看到 通过这个 这一次它直行了2,000步 是因为这里的bug 这里规定 超过2,000步 它就停止 sorry 我这儿昨天改代码 改错一个地方 Q-learning训练的时候 它应该需要训练 大概是10万个epatch 不是100个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重新跑一下训练 因为我们看到了 它是500乘 它是500乘6 那我想在把每一个场景下的 每一个动作都便利完成 那它至少需要500乘 而且是我们的learning rate是0.1 那么它需要完成之前 它就需要至少的3万4 OK 现在训练完成了 那我们再次进行一下预测 OK 那么这一次可以看到 平均300步 也就是说平均所需要的步骤 已经降低了很多 但是这个代码应该还是有点问题 因为这儿可以看到 它的需要的步骤 绝大部分它都指 它都不到20步 但是这儿有个几个别的需要2000步 这个 这个我会在之后再debug吧 然后我们在会后把这个代码 代码和这个课件都会放到Github上面 和大家一起去把这些问题找到和解决 至少可以通过这个对比可以看出来 相对于这个随机agent 平均需要2400步 现在已经通过这个分布图也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N4训练以后 那它就在很 它解决问题的速度 也是需要那种不需要的步骤 已经快了非常多 那DQN它的Qtable 它的主要的思路 也就是说通过不停的尝试 就是拿到当前动作的reward和下一个动作的reward 来建立一个表 这表里面就会有每一个状态下 每一个动作回报是多少 当我需要预测的时候 我就直接拿这个表去找到 我每一个动作的回报率多少 然后每次选择一个最高的 来拿到一个合理动作 就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思路 但是可能大家也发现了问题 我们一个 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游戏 它的状态就有500种 如果比如说我是一个游戏 那我是在一个400乘800分辨率 UI玩的游戏 游戏又很复杂 那怎么办 它的状态可是会比现在复杂非常多非常多 那么这样情况下 我的这个表会非常庞大 我通过当前这种 每次只训练一个步骤的响应的方法来训练 可能就训练到天荒地老 训练不完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有 就有 工程师们提到了 另外一个方法 叫 Deep Q Learning OK OK So Deep Q Learning 和Q Learning的最关键的 不一样的地方是 使用一个模型来替代一个Q Q Table 解决那个Q的Q表的维度爆炸 同时引入了一个叫 经验尺和经验回放的概念 解决这个模型的训练过程 我们先看看1 那么什么叫使用模型替代Q Table 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是通过当前的状态 和一个Action 我们在Q Table可以拿到 Q Table拿到这个状态下 所有的Action的价值 这个把它 Table就改成了一个模型 我们给模型输入一个状态 那它就可以给我返回 下一个状态 所有动作的价值 那我就可以通过 这个模型 每次把当前状态输入给模型 然后从输出里面 选择一个最高概率的 那个结果 就可以实现 使用模型来实现 Deep Q Learning Deep Q Learning的训练过程 其实和Q Learning也很相似 但是也就多了一个经验池 经验池又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模型训练 不像Q Table 每次只优化一个 一个参数 一个张量 当然 那样也不是不行 但是那样的话 你训练的效率啊 训练效果都会非常差 有可能基本训练不出来 那么经验池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我先玩这个游戏 玩50个轮次 那我把50个轮次的 所有的我学习到的经验 一次性投给我的模型 进行预测 我的经验池可能最高是 比如说一万 那我就会不停的学习 塞到经验池 然后我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从经验池里面 随即拿出一部分 塞进来 随即拿出一部分的状态 动作 以及想对应的结果 进行 进行学习 然后 当我重复 当我比如说经验池满了以后 我就开始丢弃一些老的经验 因为他们更很多 更可能就是在模型训练 早期的经验 通过这种不停的 把最后一段时间的经验 统一拿过来给模型训练 就可以 就可以训练出我们这个模型 OK 再回到代码时间 OK 然后 在使用这个 新的这个游戏之前 先有一个小技巧 因为我们通常在 跑渗度学习模型的时候 会用Jopitor 在服务器上跑 但是有些 有些 GIM的框架下的 有些游戏 或有些环境 它需要 它要求我们 需要有显示器 它才能进行渲染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安装一个 虚拟显示器来解决 我们服务器 没有显示器 导致 进框架 渲染失败 先安装这些相关依赖 安装完了以后 启动一个虚拟显示器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 首先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们先写一个 随机agent 来通过随机agent尝试 随机agent 玩这个游戏的结果怎么样 所以这些agent逻辑很简单 它就随机选一个action 然后进行模拟 模拟过程中 我们现在可以选择 是否可视化 那么可视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它Render会给我们 它Render 现在我们选择返回一个RGB的张量 我们拿到这个RGB张量记录 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个RGB张量 所谓变成一个图片以后 利用这个Jupyter Lab的display function 把它给展示 然后有一个短暂的暂停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图片 OK 那我们初实化一个随机agent 看看这个随机agent 在做这个降落的时候 怎么操作 然后这个游戏规则是 这个飞行器需要降落到 这个表面上 飞行器每一次用左右阴晴的时候 要扣出0.03分 用主阴晴 也就是下面的阴晴时候 是扣出0.1分 当它追毁了就扣100分 正确降落是100分 降落到正中间是200分 OK 开始 可以看到它 OK 追毁了 总共 最后拿到的是-170分 可以再看一次 又追毁了 那我们可以让它执行140 看看平均得分 再次 OK可以看到这个平均140 它的平均分数是-194 那我们来写一个 首先写一个经验池 经验池里面 因为我们就要存储这个 状态Action Reward 下一个Action 以及是否完成 这个作为一个一组数据 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次 添加一个新的记录 那就是记录到我们这个Memory 数组的最后 然后呢我们只留下 比如说我的经验池 总共大小是100 那我只会保留最新的100条 然后Sample 那我们就需要按照提供的Batch Size 从我这个经验池里面 随即取出 给定数量的 这四个状态 并把它都组合成 对应的Numped Error 来方便训练 这里面可以看到 经验池的话 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我们再比如说 经验池 我们可以理解成经验池里面的 因为它是经验池里面的数据 就可以理解成我们 有监督学习里面的特征和标签 因为我们就是通过这些 给进行模型的训练 然后我们就创建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全链接模型 因为我们这个问题本身也非常简单 不需要很复杂的模型 也能解决 然后定义几个超单数 这些很多的都基本上就是经验值为主 那这里面的 讲Learning Rate就不用讲了 Gamma也不用说 这两个值主要说一下 这两位是指的是 这个Decay是 我每一个选择以后 我通过Decay来不停地 选择我的采取随机动作的比例 然后我采取随机动作的最低值是1% 也就是说我永远保持在1%的状态 采取一定的随机行为 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快地采集到 更多的随机的状态 来让模型去了解到各种状态 各种State OK 那这里面就处实化了一个 就通过 定义了一个AgentLay 处实化的时候 处实化它的基本参数和 回复经验值 那这里面我们就是 ChooseAction方法 那ChooseAction 根据当前状态 根据J-Expand 就选择一个具体的动作 如果 这一块就是 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要么就是随机选择一个动作 要么通过模型 拿到当前状态 对应的 对应的各个动作的价值 然后从中选择一个价值最高的动作 Reply 主要是经验池回房 也就是说 我们从经验池拿到一定 一定赛的Bitch 然后根据这个 这一次的拿到的经验 进行预测 我再拿这一次结果和上一次结果合并在一起 再进行这个Q标的更新 更新完以后 我拿到了新对复具集 那我就可以拿这个来进行我的模型的训练 Simulet不用说 Simulet就是用来模拟它这个动作 它Simulet就指的是某的每一个步骤而已 就训练过程的一个主循环 Train 那Train的方法里面 我们又包了一层 之类增加了一些Tensorboard的一个可视化工具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的 后期来可视化 比如说这个训练进度啊 它拿到分支啊之类的 那么训练过程回过来 还是和之前一样 大的流程 第一步还是通过处处化环境 拿到一个当前的状态 根据状态选择行为 然后执行行为 拿到下一个状态 回报是否结束等信息 把它塞到经验池里 如果reward增加了 那我们就记录一下 我们就记录一下 这一次总共的得分 然后下一步状态就变成当前状态 如这儿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是在每六次 也就是我的agent每周六步 我才会选择回放一次 这一块可以选择 比如说十次二十次 也可以选择一两次 但是通常会选择 至少五次以上 因为如果你每一步 你都回访的话 回访需要学习 学习是它会拿 比如说十步或二十步 会更多的batch 去进行训练 但是你每一步骤 这一步和下一步 你的经验池里面的东西变化 并没有太多 所以你每一步去训练 那就会导致你每一次学的 羊本是基本差不多 但是你通过每一步学习 它就会导致你速度 训练速度会比较慢 那这儿就是 这儿是只是作为记录 方便我们后期做对比 然后这儿又定义了一个方 就是如果我这一轮次 拿到的平均分数 高于之前最好的 那我就把这一次的模型 保存下来 这个训练会比较厚实 可能就需要 稍微直显了一个 可能就需要 需要两三个小时 所以这一次 我们就直接把代码放开 但不进行训练 可以训练 一千到两千个episode 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我们就 因为这儿我有之前训练后的模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的结果 那我们是 这儿我指定了 百分百都使用模型的推断 不适用任何一个随机的动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哎呦 这个被杀了 我重新执行一下 这个代码还需要做一些 做一些优化提高性能等等 我是为了演示方便 就使用最简单 最朴素的写法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肯定可以写的 比我这个优雅很多 OK 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训练好的模型的降落过程 OK 那总共拿到了243分 很顺利的 让我们可以多试几次 那总结来说 就是 Q-learning 它是一个很朴素 很简单的思路 因为它使用一个很简洁的公式 使用当前每一个状态下 当前这个动作的回报和 这个动作下一步 可能拿到的最够回报 就通过结合这两个人像 不停地学习 拿到给每一个状态下的 每一个选择答分 通过这个 就实现了一个非常简单快的 强化学习方案 Deep Q-learning 在那个基础上面 使用一个模型来 替代这个Q-table 来实现一个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 一些比较复杂的输入 或比较复杂场景下的 强化学习 但是 Deep Q-learning和Q-learning 对于更大型的问题而言 还是一个 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 更加复杂的强化学习方案 如果同学们感兴趣 那就可以去查相关资料 去学一下 什么Double EQ-learning Critic Actor 等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很优雅的一些 强化学习算法 我们在汇后将会把这部分代码 以及这个预讯量号的模型等 都会发到GitHub 到时候会放在这个 这一期活动的 B站视频的介绍这一块 那也会发到我们活动群里面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交流 然后此外呢 这儿 那就进入一下广告时间 那这儿我是 由于我自己本人之前是做IOS的 我自己在做NIP的时候 从IOS转行到了现在的机器学习 当时我的自己的学习过程 就非常痛苦 搞清楚机器学习相关的概念呀 为什么这么写代码呀 它这些公式和概念怎么理解等等 那后来我就总结我自己的经验 结合TensorFlow2的一些新特性 去写了一本TensorFlow2的入门书 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看看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好的 感谢这个爱丽亚老师的精彩分享 那刚刚说了这个 我们一会儿讲师会把这个代码呢 上传到GateHaw上 然后呢 相关的链接呢 我们一会儿也会放在这个 后续的这个视频上传到这个 我们CNGDG的这个B站账号的视频上 把相关链接会附在这个视频的简介的地方 那大家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CNGDG的B站账号 然后呢到时候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回放也可以 然后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QA环节 那大家呢 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向我们这个讲师呢 提问 然后呢 提问的方式呢 也可以通过弹幕 那或者是导描这个屏幕的右下方二维码 然后呢 加入这个活动讨论群 然后进行提问 然后呢 我们社区的小伙伴呢 也会负责数据大家的问题 那同时呢 我们鼓励大家去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提问呢 我们也会针对提问的小伙伴呢 出去五名的幸运的提问者 然后呢 送出我们精美的这个礼品 那欢迎大家去踊跃提问 然后呢 那艾蓝鸭老师呢 接下来呢 你那边看一下这个问题的这个文档那块 然后看一下 然后打一进行打一 好嘞好嘞 我看到群里面同学问 就是DeepQ Learning模型的经验池 实力属于进度学习前期模型训练的数据 就是Level 是 但是它不只是Level 它里面是包括了Level和 它里面是包括了一个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其实它包括了特征和Level 因为经验池里面有的是 有的所有信息是当前的状态 Action 以及这个Action导致的下一个状态 所对应的Reward 以及游戏是否结束 所以它会被使用的方式在这里 我们从经验池里面拿到EP状态 我们会把这些状态丢到模型里面预测 当前行为的这个Q价值是多少 我们再会拿它的下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行为的下一个状态是什么 我再拿到它的下一步状态 然后再通过Max的方式拿到它的下一步状态 它的下一步 这个动作下一步可能拿到的最高回报是多少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就会回到我们在前面学的QLearning的那个公式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公式以后 就可以再去更新一下我们 我们这个Q 预设的Q价值函数的 直更新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再拿这个状态和它的状态下 每一个动作的价值 这个座位特征 这个座位标签进行一步训练 所以它是类似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这边有一个同学提问的就是 移动端的有强化学习的模型吗 移动端我记得是在那个TensorFlow Hub和TensorFlow II上有 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强化学习模型和至少比说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Deep Q Learning 它的这个训练过程和别的强化学习 别的模型并没有什么大差异 但是我不知道您提的是就是在移动端训练还是移动端预设 移动端预设是没问题的 移动端训练的话 这一块我还真没有太多的去了解过 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那么经验池是类似于监督学习的标签的概念吗 这个问题在前面回答了 前面就是这个 好的 那我们小伙伴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弹幕或者是活动讨论群的方式来进行提问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这个精明的礼品送给大家 好的 如果说是现在没有的话呢 那大家也可以后面的话去扫描一下这个屏幕的这个 好的 那有一个同学提问就是说 目前机器学习这个行业呢 人才需求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 就反正整体观察来说 机器学习目前的需求还是有不少 但是这块最近各方面的要求也在就是 也在越来越高吧 包括面试的要求 包括学历的要求等等 但是因为我也没 就是招聘市场并没有太多关注 所以我我感觉我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嗯好的 那我们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也可以就是扫描这个屏幕下方二维码 然后加入讨论群的后面的话可以在群里面再继续问我们的老师 好的 以及讨讨讨论群的消息 然后呢 嗯 我们说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呢 就到这里基本上就完了 然后我们下期的一个社区说的活动呢 是由我们广州GDG承办的 那时间呢是在下周四 也就是10月21号的晚上 那主题呢是由这个陈宇老师呢 带来的一个关于Tincent Flow语记事觉的话题 那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讲师 艾雷亚老师今天晚上这个精彩的分享 也感谢呢 参与今天晚上活动的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然后以及设计说的相关人员 大家辛苦了 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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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